今天要講的SHARE是一個 虛化經濟的一個project 然後我們也請那個中心大學 那個阿比郭文森 郭教授 然後他來這邊 然後也跟我們談談說 就是台灣這邊 跟用力起來推動 跟對應這邊的一些合作 所以也請他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建議 然後Pin是我們的Junior 非常的Junior 然後他今天會先幫大家 很brief的先把大概的東西 其實Present完 我們做了Show Present之後 我們主要是就可以來聊聊說 跟SHARE一些經驗 或是說這些應用在什麼地方 然後為什麼這個project 就是他可以組合聯合國10項的 SDG的目標之類的 大概這樣 好 那我就開始了 反正我們就是TinoTech 然後呢 我們第一個就是給你看 我們符合聯合國的什麼 我們的Solution 他的剛才多說 是10到17個 我們有符合 然後呢 就是你可以讀的話 就是11 12 13 15 是我們directly 有impact的 這是就是innovation 你應該懂 你講續字我就懂 indirectly是有1 2 3 8 跟17 所以這樣算起來還是10個 out of 17個 然後呢 我們 最主要的target是什麼問題 我們發覺呢 世界上塑膠 我們大家都知道塑膠做很多 300 300 million 多tons every year 所以很多啊 可是我們現在 這個over the past 十年 這十幾年 都是在focus 是在怎麼去回收 對 對 可是我們覺得 因為呢 最主要的 只有2% 回收出來 這也是很不好的 所以我們就想說怎麼去解決 我們就想到說 我們應該在產生的時候 就把它解決掉 前段就不要再做塑膠 然後呢 第二個大問題 我們發覺事實上 農業廢棄物 跟一些bio waste 也是很多的 這事實上 900 million tons every year 這比那個塑膠還要做更多 其實也是一個算實在大問題 所以我們也是想要把這個解決掉 這也是最後面就是呢 現在呢 做一些bio base的 plastic的塑膠 bio base塑膠 他們都是用不環保的方法去做 他們現在是用澱粉 澱粉來源就是食物 食物的話 實在可以拿去當作也是一個支援 所以我們不想來用食物 我們只會換一個 比較好的方法去做 我們出來就是一個solution 跟一個解決 它是可以scalable profitable 它可以flexible 這很重要 因為呢 scalable呢 現在我剛跟你講就是 因為他們是用 他們是用澱粉去做 所以有scale上 有可能一些問題 然後呢 profitable 現在很多green solution 賺不到錢 所以呢 也很難去 convince人家說 要去用比較 去環保的材料 最後我們flexible 所以我們可以在 不同的項目 我們可以在英語做的起 也可以在台灣的廠商也做的起 所以不一樣的國家不一樣的特別符合 那我們就是 這business model就是循環經濟 所以我們想的solution就是by product 就是從我們的 我們要分幾個technology 然後呢 每個都會變到另外一個的supply chain裡面 就這樣就變成一個圓圈環境體 我們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就是 我們的solution 我們把它分成四大個technology 第一個technology 我們是做PLA PLA是一個bio-based的plastic 現在他們 我剛跟你講 現在他們是用澱粉去做 我們可以用cellulose去做 cellulose的話 我們就是用 可以用 算得出來 所以最符合的是用 樹葉 like forestry的waste去做 所以我們可以把forestry waste 變成PLA 然後第二個technology 也是用bio-based 所以我們是用農業廢棄物 agricultural waste 就是我們叫 新產品叫bfc bfc也是代替塑膠的一個材料 可是bfc它的特點是 它可以跟不同樣的塑膠混在一起 混了以後 就變成這個塑膠 所以 或很類似的塑膠 像假說你用bfc 就是像這樣子 跟PET混合的話 就會像一個類似 PET的產品會跑出來 所以bfc是哪個字 bio-fiber composite 對 然後technology 3也是同樣的bfc 所以我們發覺 我們上這混合的很厲害 它也可以跟 non-recyclable plastic 或plastic waste混合 像pvc現在不能回收了 我們可以把pvc拿進來 回收變成 對對 然後這是我們有一些產品做出來 你現在拿的那個好像是 用ocean的plastic waste 循環的 所以我們上可以做很多 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technology 4的話 最後一個是我們的肥料 我們就是把就是沒有用到的 沒有用到的 全部的廢棄物可以變成 塞進這個肥料以後 變成肥料以後 再可以變成一個循環的圓圈 就是一個循環經濟 然後如果你想要看一下 我們那到底是一份 他一份 那我已經看過了 對對對 反正就是這樣子循環 我只是看不懂縮寫而已 其他都看得懂 ok好好好 反正就是類似就是 從頭到尾的循環這樣子 然後解釋一下 那你可以看得比較 visually可以看 那最後面呢 我是給你看一下 比較一些數字 因為我們說profitable 真的是profitable 我們這些是用很保守的估出來的 然後呢 我們這是after profit stability 代表我們的profit stability 因為我們是估的是 我們直接去種樹 沒有跟其他廠商合作 種出來的 然後呢 我們故意就是可以組織 還有片子裡面看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是結束了 然後呢 現在就可以開始來討論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你叫panel technology panel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panel是 因為我們是一個panel of technologies 是這樣嗎 對對對 因為我們是只有一個technology 我們是有很多 像是我們加很多 不同樣的技術進來 變成一個 算是一個很完美的 這個package 就是technology 對 那應該叫technology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所以看有沒有補充 其實我們是覺得那個 因為其實 剛剛講到一個prancebook 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其實 這一些solution 如果我們就用過去的思維 說我們可能在哪裡做生產 然後又要去到全世界 它就是低碳的嘛 所以我們怎麼把logo來 把它在地化 然後怎麼把在地的農業 農費 然後把它變成在地可以使用的東西 我煎到境內垃圾的流入 然後我也去處理那個當地的廢棄 那我用不同的technology 在不同的國家 我們做不同的配置 有一些國家的林業發達 有一些國家的農業發達 那我是根據我不同的國家 我把不同的solution給它 所以我們扮演的是一個solution provider 那我們去連結的是 幫助每個國家 然後去接種東西 scalable也是 就剛才講非常重要 因為今天大家喊了所有的 所有的這些solution 大概你可以喊創意 但它絕對不是 它不是產業 它不能變成原料 它不能去取代 3億噸的塑膠 因為我們現在講不是15萬噸 或是15萬噸 我想是3億噸 對 那所以說 今天如果我們把solution 拉回來說 我為什麼 就是做裝那個 蔬菜的那個脆盤的部分 為什麼我需要用到皮來做 那為什麼不能甘蔗醋 你可以聞一下它的味道 它其實是甘蔗醋 所以為什麼我不能 對 我不能甘蔗醋 那我做完的東西 我會不會對環境炸的影響 因為這只是一次性使用 我使用完就丟了 我丟了這個 還可以堆肥 它完全不會有什麼影響 那這些東西 我能不能把在地的 因為都是農業縣 農業縣做的地方都是農業 相關都在附近 我覺得它是雲林 雲林有很多養雞的 養雞有很多蔬菜 那我在雲林 有很多農費 那把雲林的農費做起來 變成這些東西 對 就給雞農使用 給什麼使用 在地化去使用這些東西 然後也不會對台灣任何營業 造成額外的負擔 對 那對印尼這邊也是 那為什麼今天就是 我們先想說先跟印尼這邊 有一個就是先開進這一塊 是因為台灣在這一塊很強 但是台灣再怎麼強 台灣也沒那麼多的量 它林業不夠多 它的農業也不夠多 它是夠精緻 但它量沒有那麼大 那我如果要去變成 它把它變成什麼群 我需要找到一些 農業很強的地方 對 主要像印尼 然後你會成立一個合伙公司嗎 對 然後加起來變一個巡化經濟基金這樣 對 所以我們現在跟印尼談 現在印尼談的是 現在印尼我們是可以談的 我們跟誰談 PD 我們跟我們的國營公司的總公司 因為就是我們有那個農業的國營公司的 出力這個給你所有的農業的國家的 然後我們就是如果可以透過這個計畫 然後配合台灣的南向政策 跟印尼那邊需要這些科技 我覺得這雙印尼這個 這個品牌可以做起來 所以等於就是這邊出技術了 那你們幫忙把這個技術再去特製化再放開 對 這樣的話就是 台灣這方面就是有那個SDG上面有奸向 印尼對台灣印尼自己的SDG也是有奸向 所以就是會有那個雙邊的一些幫助 很有意思 所以我們講 那你說那對印尼怎麼談 其實對直接的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國營公司 他光一年的業務 就快6千億美金的正任 這只要他們拿就是精華的出來 是 就能變成日本 那如果我 他廢丘更多 比他賣出去的這些更多 那我怎麼去幫他創造另外一個6千億 而且是從他們的位置來 然後怎麼去把印尼 就是跟台灣合作之後 怎麼去Supply 把這Supply做起來 去供應全世界 像我剛才講的歐洲 歐洲現在課塑膠稅 每一公斤的塑膠 為回收塑膠要課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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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課塑膠稅 然後他開始要去限制 Loreal去宣告2030年 他所有的那個塑膠都要採用這些環保 和回收性塑膠 各個品牌 不只Loreal Home Channel 像Walmart 像Tag 這些都在宣告這些事情 也全世界大家雖然疫情很嚴重 就是大家的還是塑膠環保的問題 其實大家沒有去減少對他的關注 反而是越來越大 所以包括蘋果 說到他無碳的供應 那為什麼可以變無碳 那你必須你大量使用這些東西 你把植物 你只要把他的週期 使用週期 多延長一點的話 那他就是無碳 因為很多時候是 我使用週期就直接廢棄了 就直接到土地了 那他怎麼會是 無碳 那無碳就是我把這些 既然已經花了 肥料 花了人力 去種出來的 其他的部分 那我把他高價值化 把他產業化 然後把他跟現有的供應鏈 點合在一起 為什麼電視機的基礎 不能使用 就是混合性的 的東西 你覺得他做起來的 腳踏車的板子 他強度會表露 這就是永續設計 很熟悉 對 他不會表露 所以 你目前在這一間 office 看到所有的東西 他都可以用這個 做 所有的東西 雙喊很好 那麼不行 好 請繼續 謝謝 謝謝唐正 說所有 除了鐵劍 除了玻璃這些以外 可以取代 像家園木地板 我為什麼木地板要從木頭來 我不能從稻草 我從稻草來 我從稻草來的情況下 稻草 廢區很多 因為大家都痴迷 對啊 那這樣子 我不用 即便木頭 我種不到那麼多 那我可以用這個 用很多 那我可以取代 大多數的塑料地板 當然有人說 那這樣子 回收會不會有問題 那其實用了多少塑料 就還是被回收 對 其實就跟剛聽講的一樣 簡單講 就比現在好就好了 不需要到完美 對 反正我先假設 我去處理那個90%的問題 2%是可非回收 90%是可非回收 Either我把它拿去燒 我都直接減少了CO2的排到 其實我也聽懂 我今天聽懂 對 OK 這不錯啊很有意思 對 所以 這是我們這次 就是整個project 然後怎麼去結合通路 然後怎麼去結合 就是在地 在地 然後去做的供應 這樣 OK 我覺得很棒 那 還有沒有什麼想要分享 那部分 我就是想問你的 對台灣政府這方面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方案 就是可以對方這些 你說像剛剛那樣子 課稅嗎 或者是 對永續的 這樣子的 應該是說 台灣政府對於這類型的 這種的方向 的project 還有什麼方案 去support 這個project 或是說他正對 這些塑膠的態度 一些 對 我們現在大概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說 我們當然有在推Eco Design 那這個主要還是環保樹 跟木炎劇 這兩個單位 也有在做 公園區裡面有他永續的那一組 那環保樹也有他自己的一個做法 那 我們目前大概會比較多包材 包材是 就是像電商 台灣人也買很多電商 尤其疫情的時候非常多 那所以 環保樹現在就有一個 逐步啦 現在10% 然後慢慢提高 所以所有的這些包材都必須要 就是全權化你這樣子的情況 那 當然在 會不會像說 探教育探稅這個方面 目前還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 就是法律層級的東西 但是也有看到很多明顯的朋友 開始自己去先去試算 就是看海放 看自己等等 那目前環保樹的態度 還是降低居多 就是說 如果你有這樣試算 那我會 會不會給你什麼 綠色點數 消費的時候 可以運用 那或者是說 我會有一個網站 把你的這個諮詢揭露啊 或像我們社會創新平台 SI 連台灣.GOD 連TW 也可以把這些東西揭露 但是 目前確實是降低 就是像你剛才講說 就是有一些特定的平台 他會 願意靠你 說他的 就是 是可能到零飛機 或沒有辦法到零飛機 但至少比較少等等 那這部分 如果他能夠計算的出來說 那他每年真的是降低多少 他沒放等等 那其實他不是上市公司 我們也在社會創新平台上面 讓他有勘載這個公益報告書的地方 甚至如果他現在上成立等等的話 那他的供應鏈 只要採買到幾百萬等等 也許我會出來頒個獎 可是事實上 我就會出來頒個獎 什麼叫Binepower 等等 就是大部分還是在這個意識上面 就是我們希望去 巧推一般的消費者 有意識的就是他買一個東西的時候 他會先問說 這個東西看起來物美價錢 那它是不是造成環境的傷害 那是不是他讓我們一年擁有一個地球 對不對 的量 那所以這是一部分 就是在2C段 就是Awareness的這一部分 那這個環保署做得多很多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在材料科學的部分 因為環境界是我們5加2的重點產業之一 所以絕大部分的工作其實都是在 如果你是在大學或者是在技術界 要去把好比像說寶特瓶 那種會變成可以提煉 變成重新燃油等等的這種工具 那或者是像剛剛講的農業廢棄物 像我們因為禁用塑修吸管 至少內用是禁用的 那這個情況下當然需要一些替代的東西 那從農業廢棄物去做吸管的這一層 其實就是很多人真的投入的一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當然就是因為它是處理 對於材料科學循環經濟的這個範圍 那所以這部分不管是中期處理得好 或者是經濟部其他單位 大概他們都有補助 就是在循環經濟的這一部分 那這兩個是我自己平常比較長 就是比較密切接觸的 這邊可能像什麼配客家 什麼的 大概我也有參加他們的群幕啊等等 那這邊是這個做永續習慣已經太多了 我已經飛起來全部的 但是像這些材料大概他們有時候也會帶來 就是說他們現在有很多就是運用這種材料科學 我們也會幾乎可以就地處理的那些情況 那所以大概在視窗平台上面大概都可以看到 視窗平台上面我們有一個專題 就是專門講這件事情 那這裡面相關的我們之前曾經 就是行動巡迴過的一些 這個廠商啊或者是相關的這些利害關係人啊 或者是這個減速循環裡面 就是哪些參加的廠商 或者是我們之前的這個巡迴的座談裡面 也有全部的主子記錄 每一個player他只要有登記 我們就會盡可能的在這邊去揭露他們的 就是SDG的扣核啊等等 那這部分應該都就是同時是 Evernus跟材料科學吧 我們會在這邊扣吧 大概是這樣 這是我目前接觸到的部分 那我想要問一下那個 像跨國這些合作的話 台灣中國是有什麼樣的 因為印尼又不是一個 印尼中國又不是 認台灣是一個國家的 這個問題會 我想我們就是台灣can help 就是說我們 我們就自己解決我們自己的一些問題 那等到我們解決一下找出一些模式 那在更大的地方 可以解決更大規模的問題 我想如果地球這個過熱的話 台灣無法幸免遇難了 事實上都已經快40度了 氣溫 所以這個情況下 當然我們是 並沒有特別覺得說 我們一定要先這個建交 我們才來幫你 有沒有這種事情 大概就是我們這邊釋出一些模式 我們都很願意去跟其他朋友分享 那在您的平台這邊的話 有沒有事是像總比以來的那些合作伙伴 你有一些啊 我們這個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 他是處理 好比像說 像有一個叫做那個四十分之一 文教基金會 不是基金會 協會 他處理的就是 有一些印尼朋友來台灣工作 一陣子又要回去 那他希望這些朋友在台灣 能夠半分半讀 那透過一些手機啊 就是YouTube啊 或者是面對面的工作方 讓他回到印尼之後 就可以改變他的生活 因為他在台灣 學到一些創業啊 商業管理啊 策展啊等等這些能力 這樣子呢 這個是叫四十分之一 這個是我合作比較多的 那當然還有很多別的 那有些人權相關的 好比上說去爭取開別策展的使用啊 那個也有一點關聯 對 那這些大概都會在我們的 就是社會創新平台上面有等 所以其實這樣 其實我們現在其實在跟各國在談 談這個事情 其實我發現各國對這個議題的 看中度其實蠻高的 所以其實現在大家都派出來了 跟我們大家在談的就是 屬於國家代反對 各國的 那這邊就其實 這好像變成一個 那 那就是 這我有沒有想過 台灣如何去跟各國去一起 如果我 就靠你們 當然是靠你們 謝謝 因為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就像這邊講的 就是我們不能透過傳統上第一鬼外交的方式 那 索馬利蘭好像有機會 但是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比較難通過第一鬼外交的方式 對 那所以其實我常常說 這個各位民進的朋友 有點像第一鬼外交 就是你們要先與我們的外交官 去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那當然 我們也不是完全沒有一些支持性的組織 好比像說外貿協會 泰川 對 那他當然就是 有點類似 去幫所有正在對外貿易發展 這些朋友支持性的一個力量 但是不是說 貿協對大家有指揮監督 並不是這樣 因為大家並不是真正意義上外交官 貿協也不是外交部 而是說大家平常碰到什麼問題 然後可能就是要 成立一個什麼清真認證中心之類的 這個就很難大家自己做 那這個貿協就會下來幫忙做 這樣 所以還是說大家需要什麼支持接口 那可能讓貿協知道 然後貿協去做這樣 所以別人說我們在推動過程裡面 然後遇到什麼需要支持 再回來跟 對啊 因為你們這個是 你們自己講的是有盈利的 就是說你們自己可以存活得很好 那如果他沒有經濟模式 那個就比較是國合會 那邊那個蘇議員到原主的部分 對那如果已經有經濟模式 那就比較像貿協這樣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台灣政府就是希望 對於印尼政府來看 台灣政府會希望我們印尼政府做什麼事情 嗯嗯嗯嗯 就要推動這個 不當然就減碳了 一起來減碳了 那這個沒有什麼別的嘛 那減少海費嘛 然後就是那些SDG 因為我想SDG是2015年 大家都同意說我們2030年就是要做到這些 那尤其是減碳這件事情 就是氣候變遷的陰影跟預防 如果沒有真的做好的話 其實另外16個SDG都會受到負面的很大的影響 對那所以我想這個也是大家需要的基斯廣義來想說要怎麼做 那像剛才講到的這個 好不像在能源那個部門 那當然我們現在有開始有綠電憑證啊 這個台積電開始大幅度的白金綠電啊等等 那這一部分當然有些國家力量去引導 那但是我們在這裡面所累積出來的一些 好不像說智慧電表啊 或者是怎麼樣透過分散式帳本來確保說 大家的這個碳足跡是彼此可供量甚至未來可買賣啊 反正我們釋出什麼東西 我們大概都是用開放式創新的方法 就是會苦令與去跟其他的國家分享我們的創新的故事這樣 所以就是分享那個 對啊對啊 那我想了解的是說 這個民建的這個合作 然後就是在台灣跟印尼政府這個關係是多密集啊 因為我只是常想繼續問那個 是跟那個台北的那個內部回光路那個 啊知道 給你代表什麼 謝謝 台灣的一些民建的部分到印尼有一些地方 對啊 他們就是對台灣的這個國家單位的部分 嗯 比較難就可以進去 對 因為雙方都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 就是說 就因為我們的特殊的外交情況 對 所以其實絕大部分的都是 是因為對 對 絕大部分都是民間的朋友 那 縱使是公部門就是官員啦 那有時候參加一些國際研討會 像我自己 我也有國際組織 像我是紐約的一個組織的領事的身份 或者是巴塞隆納的 或者是阿倫斯特代理 有時候我在像聯合國相關的程度 我也是用這些國際組織領事的身份去 也不是用這個 就是中華民族的官員的身份去 這樣 只是台灣比較特殊的狀 但是基本上應該是這樣說 我們很願意做 但是 但是我們可以用很多方法來跟 跟印尼這邊大概合作 可以想 可以共同找到一些比較好的方式 而且印尼這群 像他們這次推出來的 的那個成績都還蠻高 所以他們也真的想為 印尼那邊找一個 找一個比較不一樣 就是我不要再走過去 台灣走過的路 走過走過的路 或是大家走過的路 我們從跳到一個新的 Green Material的這個Suppression 也在於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最後我相信也是印尼這邊 他們會想要的 然後也想要在這個世界上有多一個 不要說你只是 我是Timothée 大家可以講一下 這就是開放式創新的意思 就是說不是台灣這邊想出一個模式 你們自己執行 我剛剛講的都是說 我們這邊有一些關鍵的技術 或者有一些就是四部門的朋友 那這邊到你們那邊還是要克制化 就到最後變成一個怎麼樣的社會系統 當然還是印尼的朋友來決定 那像我自己比較記得的是 那像我自己比較記得的是 那個有一個叫做 那有一個叫做 那就是它是聯合國的一個創意城市嘛 那它本來是做好像是 是時尚的一個就是產業 那包含染色啊 或者是就是衣服嘛 布料啊等等 那但是那個也造成很多環境的不利的外部性 對所以後來我們有邀請他們 應該是去年的時候 有邀請他們來台灣分享 就是他們去跟好像荷蘭的一所大學合作 把它設計成說也是做成像這樣子 那他們組成一個合作社 把本來會去污染環境的那些化學原料 運用一些技術 又能夠做成一些就是循環的材料 然後甚至在上面做成藝術品 等等的這個做法 那它的那個狀態就改變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是說好像台灣什麼都懂 我們是跟這個全世界的朋友們合作 然後大家有一個新的夥伴關係的方法出現之後 像我有在台灣的商業直播看上面 有就是跟我同時一起寫一篇文章 去講說印尼是怎麼樣去實現循環經濟 所以是雙向的吧 沒有什麼 沒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 對這個是那個那時候的那個 它叫Fashion Village 然後它就是在印尼的Fashion Village Lab 對那個Fashion Village Lab 所以我不但有頒獎給他們 我也有把他們的這個就是創意的模式 就是介紹給全台灣 那就是像這個合作啊 在你們中國人的新南這樣政策 這一塊是屬於他們的Credit嗎 我不確定算誰的KPI 因為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沒有在幫部會算KPI 但是我想經濟部跟外交部 至少在這方面都有參與 所以這個是 他們那個是合作者叫 Kawasan Wisata Sanddown 對 那所以這個活動 那是幫你選擇 就是那個 衣服的那個 那個 時尚村 對 那所以那個主辦我想還是經濟部啦 那但是外交部啊等等 因為都會有引擎協辦 那我還記得環保書 也有在那一場裡面 展出他們自己拿台灣這邊的海洋 飛騎物怎麼做出來的 什麼衣服啊什麼之類的 那就可以跟印尼的經驗互相參考 這樣子 所以我們主要還是 在我這一層主要還是 即時交流 就是確保說 各個部會不要自己臨門造句啦 要開門造句 就是知道這個印尼怎麼做事情 那知道好比想說萬能怎麼連接到聯合國的組織嘛 那以及每個部會自己的這些專案 當然大家也互相分享 不要變成好像經濟部環保書 外交部各做各的 那這個 我們在印尼要不要加油了 因為現在我們印尼的每個部分都是各做各的 在印尼我們推廣什麼案子 遇到最大的我們是跨部會的 是是是 那我想跨部會在台灣是做的 好 對我們就單一窗口 單一窗口 而且我們有一個亞太社窗的座橋 所以每年這個各部會都會很高興的來 報名說我們在SDG上面到底有促成了這些合作關係 那這屬於部會直接的 這是跨部會 類似一個友善的競爭 總統和黑客松也是這樣 對 但它都要對應到就是SDG 那 那個 台灣在印尼的 就是在SDG這方面出的這個 有一些方案可以講嗎 這個可能你就直接 很多嗎還是十分少 我覺得我們不是特別說好像新南向是一大包 我們的新南向其實是很多雙邊的關係 這個你們了解嗎 對所以我看到的很多都是在教育上的 就是大學對大學的 對 這個是可能佔八成 對 那當然大學有好處 因為大學在我們這邊有一個SDG的方案 叫大學社會責任 就是他要解決他的大學周邊的社會問題 對 那只是說這個 我們是到這兩年才要求 USR一定要用SDG 來當做他的編號 那等他所印完之後 當然理論上 只要印尼那邊也是用SDG 那他可以比較自然的找到 台灣這邊有哪些大學正在解決 像SDG那樣子的社會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搭在現有的 大學跟大學之間的網路 再往上面漲 比較不是說我們要跳過大學 然後自己政府對政府再去弄一個 因為也是因為外交的現實的情況 就是大學學術研究 這是大家比較沒有爭議的一件事情 對 我們要一年兩年不要整理一下 對 我覺得等於我們 因為我們的科技部 大概也是對大學居多 那教育部 當然USR就是教育部主辦 我們的經濟部 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裡面一大部分也是USR進來 所以我們這邊的整合比較清楚 對 但是那邊我就沒有那麼清楚 我知道 我們自己也不清楚 喔是 不是我講的 我們自己也不清楚 像就是 那個你說 台灣就是分得很清楚嘛 科技部跟教育部 經濟部跟經濟部 這三個 所以像你說的話 它只是大學合作 我們一你是教育部負責 對 而且高等教育的那個部分負責 但是我們的科技部的話 其實它跟教育部是一個 是這樣 同一個 同一個 它就是因為各做各的 它的KPF是一個 喔了解 KPF比較沒有對齊 對 然後裡面都會同學 所以我們一定要做那些調整才可以 是 謝謝 好 那今天差不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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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謝謝